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洗碗原理 你手有多油 你碗有多油 你就任命吧 你洗洁精要倒几次才会洗 洗干净 你就任命吧 但是结果论 这一次倒完洗洁精 洗不干净 你就继续倒洗洁精 你停下来还是游得完 没有用的 成不了事的 你再多的抱怨 游得完还是游得完 放那里 就这么简单 所以书记说我懂我懂 声音里面也是百般无奈 他想说怎么去跟他这个好朋友的姐姐 做进一步的说明 怕他不懂啊 怕他洗烦恼心啊 怕他不明究竟 从此就断了自己的深度了 所以你说这种情况只能怎么样 只能祝福啊 只能祝福再祝福 你要什么 人在不明 无明的状况下 又不反求朱吉 他总是会烦恼的 讲多无益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想讲 你讲多了 他说你在想什么 为什么要讲这一些 所以红尘人难度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喜欢 这个能够点他的人是有智慧 点他的人是善良 因为今天不善良 他就已经 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你要度他 有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他把不善良 全部丢掉 对不对 随着你进入到善良的运转面 还有一种就是 你刚讲他在不善良的情况下 看着听着你的讲法说法 然后先对你禀投论主批评一番 是不是 运气好的后面不断的挣扎 然后结果遇到了 看到了事情的真伪 有所领悟 才有改变方向 可能风下涂到立即成佛 持续不善良的 那搞不好就是有无限的毁谤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 又去看人 所以为什么喜欢善良的人是这样 所以我这又讲回来 这个Case 他如果没有一直用这个洗洁军 洗碗洗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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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情还不会完呢 不是如此简单呢 但是我不是经常讲 不管是人 神 神 鬼 他是看你心态的 你有那个诚心 重罪亲手 他被你感动了 他被你的心 说怎么样了 要么他就接受了 对不对 要么他就 本来下的条件 他可能要加倍 他觉得你心不沉 是不是 他觉得你那个嘴脸 想起他当年往事 这么愤恨 他怎么会饶你 所以我在讲 过秒关就是这样 起心动念 你说每天做功课 忏悔八愿 你毫无悔意 你在那边做忏悔八愿 我告诉你 富南那样更加神奇 最佳一等 优优独播ang 妙幻 浪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